一人之下,漫画第609话已经更新,就在碧莲命悬一线之际,开启了迅雷顿走。 李沐玄用脚发弓,两人开始了紧张的对峙。 碧莲以为自己刚才高速移动的轨迹上没中什么他的招。 但李沐玄嘴角上扬,李沐玄的立场直接穿透了碧莲的金光,碧莲感觉有什么大家伙进入自己的身体了。 原来,李沐玄的磁场会拐弯,碧莲暗自叫疼。 一旦被捉住,一厘米都不能再移动了吗? 李沐玄上前一步,逮到你了,小兔崽子。 周围人顿感不妙,碧莲开始报菜名了,白霄良挺,高跟,黄放。 见李沐玄有所动容,碧莲继续报菜名,夏柳青,古姬亭,吴曼,梅金凤,吴根生。 提到吴根生的名字,李沐玄开始靠近张楚兰,你怎么会知道? 见李沐玄要对碧莲动手,其余人员也不能坐视不管。 李沐玄叫他们别过来,你们两个别过来。 可宝姐不听,李沐玄大声叫道,小姑娘,你在开枪,我现在就弄死她。 李沐玄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,说,你到底什么来历? 家大人是谁? 碧莲抓住了把柄,叫李沐玄先放了自己,再告诉她。 李沐玄怒了,你没资格跟我讲条件,别以为知道几个旧人的名字我就能对你另眼相看。 李沐玄稍微转动了一下手,碧莲的心脏就开始受不鸟了。 卧槽,老东西这么油盐不尽吗? 看到这一幕,陆琳的面具都冒汗了。 坏,原以为我们和宝至少能拦住李前辈,没想到她的手段这么刁钻。 陆琳心里喊饱喊得挺亲热啊。 陆琳龙想不到会这样,搬出无根生的名字也不能让她留守吗? 碧莲,你这是要失算了。 宝姐露出了机智的眼神,看碧莲不说,李沐玄打算送她上路的时候,突然注意到有人把枪又对准自己了。 看了一眼后,宝姐才把枪放下。 宝姐开始了主动思考,别过来,我说了,再接近,我就杀了她。 宝姐的机智又犯了,我接近她,行吧。 也不理会李沐玄,宝姐走到碧莲身边。 姐,你要干嘛?你别胡来。 我有办法。 宝姐走到碧莲身后,抓住她的面具。 李沐玄来的兴致,以为能把她从我的手段里拽出来。 行啊,小姑娘,你试试。 宝姐直接摘掉了碧莲的面具,拿枪对碧莲砸去。 宝姐这身材还挺不错的。 李沐玄伸出手来,其实我也没想怎么样。 你咋就下手,比我还狠。 大表哥和陆玲珑停止了思考,碧莲的头上满是包。 姐,婷婷,我知道你要干嘛了。 我心脏让她揪着疼,敲不晕。 您掌握点火后玩窒息吧,别让我身子倒下呀。 身子一动,我就凉凉。 宝姐把手架在碧莲的脖子上,一手扶着脑门。 宝姐用力,碧莲就翻白眼了。 身体开始颤颤巍巍,李沐玄看着手兜兜了。 这年轻人玩得挺花呀。 碧莲晕了过去,直接开始切换手电筒模式,强制召唤神明灵。 碧莲突然就上了大号,挣脱束缚。 李沐玄都震惊了。 这神明灵不光只能自动挡,还能手动挡。 宝姐双手插兜,不知道什么叫对手。 碧莲朝着李沐玄走来,仿佛间李沐玄看到了无根声。 李沐玄想起了年轻时被支配的恐惧。 碧莲踏着欢快的步伐,朝着李沐玄奔来。 陆玲和陆玲珑双双架住碧莲。 你前辈,我们现在制住她,您不会再急着把她弄死了吧。 见李沐玄没有说什么,陆玲都学会了宝姐那套。 来,看我。 陆玲珑在背后一拳把碧莲砸晕了过去。 经过刚才的那一拳,陆玲珑看向了自己的手,连这样也变不回来吗? 陆玲珑本想寄希望于神明灵,希望自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。 但是现在看来,只能用双拳手变回来了。 没多久,碧莲就醒了,刚醒就被李沐玄给抓了起来。 你是谁?你究竟是谁? 碧莲把李沐玄抓住自己衣服的手拿开。 无根声留有一脉至今。 知道吗?不愧是碧莲。 这个逼装的,李沐玄人都麻了,我差点杀了我大哥的孙子。 估计下一话就要跪下喊声少主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,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